继续来关注众所瞩目的废除强制死刑法案 今天终于在下议院提成一读 预计本期会议会继续提成二读 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 人在国会现场的本台记者陈欣怡 欣怡请说 是的 10上届政府在国会解散前夕提成了 废除强制死刑相关的七项法令 那如今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那都是李阿沙利纳 今早就在下议院正式提成 2023年废除强制死刑法案一读 那涉及的法令呢 就包括了刑事法典 1971年军火增行法令 以及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在内的七项法令 那除了废除强制死刑呢 也将终身监禁的这个刑期 改为不少于30年 以及不超过40年的刑期的 至于不导致死亡的这些罪行呢 也会废除死刑 但是也有除外 就是刑事法典121A条文 向国家元首或统治者宣战 以及危险毒品法令 第39B犯毒条文呢 也是除外的 也就是说犯下这些罪行呢 还是会面对这个死刑的风险 那此外呢 部门也提成了儿童性罪案法令 修正案一读 将这个儿童色情直播列为罪行 一旦罪程可面临最高20年的这个监禁 以及罚款不超过5万令吉的 同时性勒索儿童罪程呢 也会面对最高10年的监禁 那2023年儿童证人证词修正案方面呢 则是父权法庭 就是召开这个特别厅正会 向儿童证人录取口供的 而这一名这个儿童证人呢 就无需在出席日后的这些审讯了 同时法庭也有权阻止任何一方 向儿童证人提出不当的提问 阿沙利纳就透露 这些所有的法案呢 都会在本期的会议提成恶毒的 那接着把焦点转到今天稍早前呢 财政部副部长纳杜斯里阿莫马斯兰 在部长问答环节的时候呢 也是有提到说 从今年1月开跑的电费针对性补贴机制 能为国库省下41亿令吉的 那同时呢 部门也是组织了一支这个特工队 和各个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就是合作的 继续探讨这个针对性补贴机制的这个需求 以及可行性 并且找出这个节流的方案 至于坊间都在关注的汽油津贴方面呢 副部长是这么说的 全部都在纷尔 全部都在纷尔 二月三月二月四月三月二月二月 sending �描使手援头来打电难 彩虎 教育課题方面呢 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 så透露 从2021年到今年1月呢 部门透过一次性招聘计划 就一共录用了超过两万两千名的教师 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 那其中比较关注的科目呢 就包括国语、英语、数学和历史等等 那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捎来的最新消息 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伊林 请不吝点赞 订阅